俄舰编队官兵在青岛与中国海军北海舰队官兵多次进行了友好交流,参观了052D型驱逐舰,这是俄太平洋舰队官兵,首次登上了北海舰队这个庞然大物,这里面有一张非常有意思的照片,那就是我军官兵在向俄官兵介绍舰手的通用锤发系统,他们听得非常认真,看得非常仔细,瞪到眼睛,露出复杂表情。 我军所介绍的这个通用锤发系统,能够兼容红旗9B远程舰空飞弹以及英机18反舰飞弹,他们对这些东西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能够同时兼容舰空和反舰飞弹的通用锤发,目前俄罗斯海军还真的没有这东西。 即使是最新的22350型格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它的多面保镜空飞弹和俱乐部反舰飞弹,也都是使用了二组不同的锤发装置,所以他们会瞪大眼睛,露出复杂表情。 而更详细的情况是这样的,原来,俄海军希望在2020年前建造完20艘22350型,这型5500吨级,带有四面俄式神盾的护卫舰可以说是俄海军的全部希望,它能使瓦两个号,无畏及这样前苏联的旧人们可以赶紧退休。 但遗憾的是,现在俄造舰的人已经大不如从前,比如2010年下水的22350型护卫舰首舰,一直耽误到了今年才进行服役,用了长达8年时间,而目前随着北约进行东扩,乌克兰又是战事不断,它能够持续批产的非常有限的几种新型战舰,都优先装备了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一直持续到了2017年时候, 由远东阿木尔造船厂设计的20380型护卫舰5号舰完美号,才对该舰队20多年没有新型主战舰艇入役的情况有所缓解,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什么?能够决定一场战争胜败的关键是什么?能够决定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核心又是什么?军事 答案必须是军事了,只有一个国家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才可以保护自己的领土不受侵犯,才可以保护自己国家的子民免受失去落叶生根的家园的悲惨下场 俗话说,有国才有家,那么,什么是建立一个国家的根基呢?什么是可以让一个国家永垂不朽的必杀气呢?那也必须是军事,只有我们把军事搞好了,我们才有笔气立足于这个世界,我们才可以不会被侵略。 即便世界上再次挑起战士了,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不会再像老祖宗那样被挨打被欺辱了,我们掌握了这世界上最有力的武器,军事,我们可以重重的反击,我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下面,就让小编给大家盘点一下军事上的那些人和事儿吧。 节目画面中出现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JF12风洞。3月16日央视节目披露了中国在研的一项重大项目,中科院北京高温气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的科学家在采访中介绍,该单位研制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新型风洞。 风洞风速可达10至25马赫,最高可达30马赫。在2017年,中国披露了之前高度保密的JF12基波风洞,并公开亮相了多款高超音速飞行器模型。 此举被分析认为中国已经在新型风洞的研发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央视的披露证实了这种推测。 JF12基波风洞是世界最先进的风洞,最高分速可达10马赫。基本上所有的参数都优于国外同类的设备,中国之所以能够达成这样搞的指标。 得益于中科院力学所于洪如院士研发的先进驱动技术。爆空驱动、资料图、高超音速武器。于洪如院士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开始研究风洞的驱动技术。 在JF8基波风洞上取得了成功。随后中国利用该技术建成了风速达10马赫的JF12基波风洞。2012年正式投入使用。 按照国外媒体报道,JF12风洞启用之后,中国进行了9次高超音速试验。 从U14到东风负时期,中国都取得了成功。几波风洞在研发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在于洪如院士及众多科学家的努力之下,中国的风洞技术能够与美国并驾齐驱。 中国的绵羊风洞群更是拥有全球最全权先进的各种风洞。 一度认为中国该领域落后的欧洲科学家在访问了绵羊风洞群后,才发现欧洲的风洞已经落后了中国数个级别。 资料图。 风洞。 美国人的风洞也得益于中国的研究。 美国人获得了于洪如院士研发的风洞爆轰驱动技术之后,发现比美国自己的技术效能更高。 于是美国宇航局、NASA,修改了原来的自由活塞驱动设计方案,在通用应用科学实验室建立了爆轰驱动的HYG波风洞,这也是世界目前最为先进的风洞之一。 另外,1993年,在于洪如院士的帮助下,德国亚称工业大学建造了应用反向爆轰驱动技术的激波风洞THRD,这也引发了一个新的争论。 数十年前至今,西方持续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然而,中国研发的新科技却在输出到西方,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 中国现在迎来技术爆发的时代,我们应该让西方这样分享我们的科研成果吗? 不知道大家了解这些军事上的神奇人物和惊天动地的事件以后,心中有什么想法呢? 是不是觉得,只有拥有了强有力的军事实力,一个国家才可以长治久安,才可以繁荣昌盛,我们也只有生活在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才可以更有安全感,才会更加安心地繁衍后代,让自己的子子孙孙们在这里落叶归根。 所以小编觉得呀,军事对于一个国家乃至我们每个人,都太重要了,简直就是救命福呀,所以,一个国家想要政治经济都可以得到迅速发展,那么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作为支撑点,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在国际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不然,就只能沦落卫下三流的国家了,卫星拍摄到的疑似轰6J战机。 近日,据相关媒体报道,中国又有一款大杀器悄悄服役,竟然比轰6K还厉害,那么中国空军究竟装备了什么新杀器呢? 据专家猜测,这款大杀器在轰6K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的轰6J,它的作战半径超过4000公里,并且改进后增加了电子战能力,能直接突击到美国的关岛基地,覆盖整个西太平洋地区。 得知真相后,西方已经开始夜不能寐了,并且直呼,中国对这款武器隐藏得太深了,几乎瞒过了全世界,美国方面也发言称,有了这款大杀器后,从此西太平洋中国说了算,从外形上来看,轰6J战机与轰6K几乎如出一辙,就是轰6K的翻版,唯一能够分辨它们的就是轰6J在机翼上,增加了新型电子战吊舱之类的设备。 不过这也可能是家装的光业瞄准吊舱,用于引导飞弹攻击。目前专家比较偏向的是电子战吊舱,因为现代海战已经越来越重视电子战领域,而这款吊舱极有可能就是为美军宙斯盾剑而准备的,轰6J战机模型。 一旦海上发生冲突,美军航母无疑是中国最大的威胁,虽然中国拥有东风21D与东风26正两款杀手截武器,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用轰6J就能够进一步丰富中国反航母能力,让美国更加不敢在中国周边挑逝。 而电子战吊舱的作用就是压制保护航母的宙斯盾系统,从而能够使飞弹更有效的打击目标。 同时也为了保护轰6J的安全,减少轰6J被发现的几率。 虽然轰6J在外形上几乎与轰6K一致,但内部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发动机。 据悉,轰6J机有可能已经换装了更加省油的D30KP2发动机,这样就能够让这款轰炸机具备更远的航程,覆盖整个南海自然不成问题。 由于其作战半径已经延伸到了3500公里处,再加上其能够携带射程达400公里的超音速反舰飞弹,打击半径完全能够达到4000公里。 轰6K战机,除了发动机的改变外,机身材料也可能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轰6J机有可能采用新型复合材料来替代现有的金属机身,这样做带来的优点就是机身重量明显减轻, 能够将节省下来的机身重量用到机在设备的安装当中与武器的携带能力上去,这样就能够进一步提升轰6J的作战能力与打击能力。 轰6J能够挂载多达7枚的英机12飞弹,这12枚飞弹能够以3马赫速度对目标进行打击,宙斯盾根本奈何不了这款飞弹。 同时,轰6J的诞生也是为了替代老旧的轰6G轰炸机,成为未来海军空中反舰力量的主力军。 将来中国海军将至少装备一个团规模的轰6J战机。 看来美国航母真的不好过了。 作者,却新鸣,图片来自网络,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倚仗自己有世界最为先进高端的武器装备,尤其在战机研发方面更是美国的强项。 如最新推出的F-35就一直被美国军方炫耀为明星战机,据说不仅拥有强大的战斗力,而且在隐身性能方面也具有全球超一流的水准。 然而对于美国来说,在先进的武器如果用于非正义的军事行动,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助纣为虐的工具而已,会受到国际社会千夫所指,最近就连续传出这款明星战。